你知道法术最强的道家门派是哪一个吗 传说它以修炼巫术为主 不仅道法林立 甚至比正统茅山术还要强 这个曾让众多门派都望尘莫及的吕山派 究竟是何来历 它真有传说中那么高强的道法吗 本期探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吕山派又称吕山教 属于中国最原始的宗教学派 诗云天上至尊是玉皇 人间最贵是君王 天下鬼神皆敬仰 唯有吕山做主张 它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闽月之地 而传闻吕山教就位于闽江之地 普通凡人根本就看不见 唯有精通吕山正法的修道之人 才能进入江中洞湖 有人说吕山派的成员 大多是有道元的心善之人 或者是道行高山的术士 曾广泛存在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 以及台湾等地 其融合了道教诸多派系 拥有的科医和法器的数量 在道教中首屈一指 这教法形态发展至今 保留了许多闽月之地的巫术特征 这民间就有这样一个传说 吕山就像古代的少林寺 由法主真君许训掌管 门派不仅有各种高强的法术 甚至驱邪画煞道法样样不辣 当地人如果碰到什么妖魔鬼怪 无法解决的时候 就会赶赴吕山 去习得一些捉鬼想要的本事 这吕山创立门派之后 其中大多数为散居道士 且每个道士都有自己的法谈 其中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世袭制的法谈 比如威灵法谈 天威法谈和通应法谈 另外一种是通过拜师学艺 待学友所成之后 通过传渡仪式自封谈号 吕山派术史分为黑头法师和红头法师 这黑头法师是以超度亡灵等法师为主 主要供奉法主圣君 擅长丧礼法师以及超度驱邪 而红头法师负责侍奉林水祖师 以及另外三位女神 主要负责消灾免祸 驱邪纳福等吉祥的法师 因此大多吕山派术史 学习的都是一些强硬的霸道法术 他们之中 有的归隐山林 闭关修炼 有的则以平民的身份 穿梭在大街小巷 授予百姓 逆传道德之法 还有的则是云游四海 浮危济困 这负责铲除遇到的妖魔鬼怪 他们凭借高超的道法 不管是遇到恶灵 还是鬼魂 都以符咒法术为主 堪称是一种 斩妖除魔的绝佳手段 甚至以驱邪退煞 著称的正统茅山派 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此外 在门派的学术当中 还包括之前讲到过的 玄学武术 山一命相符 其中门类十分复杂 甚至包括一些苗疆武术 不过大多用在 驱邪镇宅和改善风水之上 但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其中所用的口诀和符咒 大多具有攻击性 所以一般都是师徒相承 代代流传 可以说 这个吕山派是属于一个 以天下为己任的道派 这是全世界最霸道的门派 传说道法之强悍 让正统茅山树都望尘莫及 更是传言能让全天下鬼神 都为之敬仰 那么这个道家吕山派 到底是正还是邪 道家门派讲究经法相传 而拜师则被认为是 道法传递的关键 人们常说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这在吕山派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他们认为一个想要修行的人 必须要有恩师的引导 所以在弟子入门之后 师父会根据其慧根 选择适合他们的修道方式 传说对于吕山派来说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天尊法师 必须掌握一项基本的技能 那就是召唤兵马 特别是对于有私职的吕山术士而言 更是要有镇坛兵马和随身的兵马 这些兵马可以由师父赐予 也可以由自己召唤 或者奏请天曹寺院分兵波将 吕山派的术士冠绝天下吉扬 其道法十分伶俐 其弟子大都有一定的防身本领 待道法娴熟之后便可自立门户 甚至可以使用师门秘法 召唤一名强将 你若是能让他为你卖命 便算得上是学有所成 不仅如此 据说吕山派术士所召唤的兵马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分别是人先兵马 地先兵马和天先兵马 有的是兽禄就带有兵马 而且兵马的数量和召唤者的八字有关 通常情况下 天地人三界兵马 都有自己单独的体系 处理不同的鬼怪 需要召唤不同的兵马 除了自己召唤 或者是天曹寺院分配的兵马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被誉为 灵界兵马的昌兵 又或者是山川灵气 汇聚所成的精灵 甚至还有那些 没有走歪道 修成正果的山津水怪 每个术士 拥有兵马的数量都各不相同 如果一个术士的兵马 非常的多 这一般情况下 就是师父给的多 比如数以千计 或数以万计的这种 如果只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 则大多是自己修炼出来 正所谓 求精不求多 并不是兵马越多越好 如果是从冷坛 借回来的兵马 则会得不偿失 具体原因 我们随后再讲 与此同时 不同类型的兵马 也发挥着不同的用途 如攻城拔寨的 也有扫荡妖魔的 亦或是侦塔事物 或者是查探地形的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种 可谓是各司其职 分公明确 甚至是超度亡灵 都需要去召唤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是祖上 或者师父的兵马 即便你去调检他 最终也不会为你销领 除非是祖师 亲自道坛 去帮你行法 这兵马才会为你所用 正所谓 心理念师 兵马道 此外 道家还认为 一些神灵 皆由原始仪器所化 器源于心中所想 所以兵马 并没有善恶之分 全凭召唤者的一念之间 有人说 道教旅山派 是道法中最强的存在 传说甚至比 正统茅山树还要强 那么它真有 传说中那么厉害吗 道是终极的 也是无形的 但道又可以解释为器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道与器是等价的 而旅山派术士 所召唤出的兵马 亦是如此 兵将可以认为 是自己的原神灵器所化 并且这种形式 化作的兵马 据说要完全取决于 自己的功力 而且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对兵马运用程度 也是各有千秋 因此在旅山教内 就有操练兵马之说 有时候个别的兵马 还需要特殊的法器来管理 但是如今不知什么原因 许多干门派的弟子 已经不知道如何去运用 我们之前提到过 兵马并不是越多越好 主要就是因为 很多畜士 收入之后就有了法治 也便知道 使用兵马可以做成很多事情 于是就会产生出贪念 他们利用练器招将的法子 想方设法抢夺对方的兵马 但服录上已经明确记载 每个畜士 可以调遣兵马的最高数量 以及种类 如果自身的修行不够 就可能会被灵体反噬 即使强行获得了别人的兵马 他们也不一定会认你当做主人 甚至还会暗中捣乱 影响你的生活 也就是说 拥有的兵马越多 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管理他们 并且让他们对你言听计从 还需要为他们去提供军饷 就比如供果 喧哗 糕点等等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传说如果从冷坛寄来的兵马 则会在倒法运用的过程中 付出较高的代价 但假如硬要强行驾驭的话 则需要使用者体内 有深厚的元气加持才行 关于冷坛的解释 大家可以自行百度 或者这次有了解过的朋友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探长在这里表示感谢 最后李山派倒法理论认为 这兵马可以看作是一个能量级的单位 拥有好的兵马 或许能让你法力无穷 但如果能得到恩师兵马的加持 你的功力也会倍增 同时兵马也是咸法的强力后盾 在斗法的过程 或者是法术表演中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了 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 关注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